你干啥下嫂子 你干啥来了呢 那我干啥来 你去没点数吗 我不知道啊 你干啥来了 你家包米我都给你摆完了 那你刚刚开始说一下 都说好好的 一天二百顾虑的我吗 你看你说那话 咱俩不是亲亲吗 对不对 那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 玩我不管 一天二百 五天我给你整完了 一共八百块钱 你就快拿钱就完事了 五天一共八百是吧 行等嫂子回来嫂子给你 你能有啥事啊 你现在给钱给我 我回家呀 不瞒你说呀弟 嫂子去趟村长家 给他姑娘接受个对象 你接受不接受对象 你把钱先给我呗 诚心 你是不是还担着呢 都三十多年了 就老关活一个吗 诚心我跟你俩戳戳户吧 你村伙俩那也不匹配 别闹了 咋不匹配呢 村长他姑娘 大个漂亮白的 一米七多 那还配你不臭臭有缘 那你都说了 你说你一条那么好 就我这俩人 你能看着我吗 在你村长家里边 那眼光不得老高 那我不得第一心吗 不有嫂子呢吗 嫂子他三寸不烂之舌 不给他说得明白白的 是 我知道你这口条好 好了你家和村长 你两家关押好 那你说俺俩相差这么多 也能同意吗 有啥不同意的呀 再说你俩年龄还相仿 对不对 相仿啥呀 我说狗 他说猪 再一个 那狗配猪不稀里糊涂吗 不对呀 弟儿你不能这么说呀 那猪配狗还天长地久呢 有这说吗 那再一个你就 人家大个漂亮白 你说我说一个人 真行 老花还有这么说的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 哪有男女分高低 只要中间对得上 管他两头齐不齐呢 咱俩这能成吗 这么地儿 你要着急的话 嫂子给你求钱去 不用嫂子 那还求啥钱呢 就你要能跟咱俩借成 你家这点活我都干了 再一个你要去的话 你能空手去吗 是不 这我刚卖破烂卖了六百块钱 那村长乐可酒你还能不到 你就给他买两杯好酒 你就完事了吧 成差不多 老弟你想着的 嫂子现在去 你慢点 你有点谢谢嫂子 这我要当村长的女婿 那下一村长不就是我了吗